現在為您介紹的是如何辨識水餃已經煮熟的方法 那水滾之後我們把水餃丟下去呢 那稍微給它攪拌一下讓它不要黏底 然後之後就讓它煮 那這期間呢你可以加水或者是不加水 那如果說你加水或不加水之後呢 你發現呢這個水餃浮上 除了浮上來之後 它每一個地方都已經膨脹 蜜皮都已經膨脹的時候 這個時候再讓它煮了大概一分鐘 這時候水餃就是熟了 就可以起鍋了